伏踢上升到一半 突然倒退撲 當時搭乘的民眾全都嚇了一跳 趕緊抓緊手伏踢 左前側的民眾還一度重心不穩 整個人半跪在樓梯上 後方民眾無力閃躲 全都摔成一團 有人手伏踢都倒撲 倒撲 手伏踢倒撲 大家都倒下去 你們真的大家都倒下去了 我才坐那個胸口 再看一次 當時站在最上層 戴著墨鏡的女子 趕緊三步並坐兩步 離開電伏踢 但後面的民眾可沒這麼幸運 為了閃躲摔倒的人 卻一個接著一個往後摔 電伏踢整整退了十多階 踩停了下來 站在中間的民眾 幸運沒有摔傷 這起故障意外 造成八人送醫 幸好都只有查傷 因為我們就會去做檢查 精簡消後發現原來是馬達連動軸 齒輪因長期磨損無法卡緊 電伏踢瞬間失去動力 才會倒腿爐 因為電伏踢的那個馬達 那個故障造成碰撞 舞踢稍微往後兩個踏接 那因為這樣的話就造成 他的那個踏板落實的位差 花蓮火車站電伏梯 站立的鋼板來自日本 馬達是美國進口 零件機具則是出自大陸 是名副其實的拼裝貨 每個月都會進行兩次保養 以維持機器運轉 平時馬達沒異狀 或發出聲音 就不會另行檢查 沒想到這次馬達 卻突然出狀況 害得把民遊客摔了下去 所幸沒有大礙 維修廠商也承諾會全部負責 記者吳采勛 花蓮報導